大家好,我是关心 艺术大师董奇昌 他在书画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被世人认可 但是呢,也有传闻说他 劣迹斑斑,是个大坏蛋 那么他究竟是艺术大师还是大恶人呢? 董奇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想知道董奇昌的艺术成就 就要从书、画两个方面来了解 董奇昌的书画出自靖堂一脉 是铁学一路 吸收了很多名家的笔意 他的行草书法 馋艺十足,有很深的造诣 那在绘画方面呢 董奇昌喜欢用光滑的 不吃墨的尖纸或者高粒纸作画 使画面中的笔法清晰 没有杂柔含混的地方 并且他习惯用选肘或者虚肘来作画 对纸笔和姿势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为的是将气息全部传递在纸面上 可以说董奇昌创造出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绘画语言 他的艺术审美 也把文人画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但是在一些史书上 却说董奇昌是一个大恶棍 说他强抢名誉 说他滥伤无辜 是一个大恶人 当时明朝局势动荡 朝廷里面的派系斗争不断 董奇昌不愿意参与在其中 于是遭到了同僚的排挤 他在朝中围观的时候 不愿意接受贿赂 同流合污 因此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家族 所以这些家族 为了排挤除掉董奇昌 便教唆数百名不明所以的老百姓 烧毁了董奇昌的府邸 其次呢 为了污蔑他 他们又让一些文人史冠 创作了很多的小说戏文 污蔑董奇昌是一个好色贪财的大恶人 还炮制出董奇昌强抢民女的罪行 可怜董奇昌一身轻欲 在民史上有很高的评价 却因为这些子虚乌有污蔑他的野史 背负了几百年的骂名 被说成是画品和人品分裂的代表人物 实在是很可惜 有的人抱着看热闹 不嫌势大的心灵 宁愿去相信野史记载的荒谬故事 也不相信正史的记载 甚至以讹传讹 殊不知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这样一系列的污蔑行为 让董奇昌从一位艺术大师 变成了大恶人 观星觉得 我们还是要多些求真务实的思想 不要听什么就是什么 好了 那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欢迎您留言评论 关注转发 支持关心的节目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